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视频我是安三 众所周知最近的CBA各大球对话正在进行新赛季的解讯当中 而与此同时呢也曝光了各种各样的一些重磅消息 所以接下来想和各位球迷分享一下 在近期CBA发生的三个非常值得关注的消息 每一个呢都有可能关乎到下个赛季的冠军格局 在视频开始前辛苦大家 长按底下的关注和点赞按钮 让更多关注CBA的一些球迷看到 谢谢大家 首先第一个消息和大家分享一下周期郭二伦收最后通牒的一个情况 大家很清楚啊在新赛季到来的时候的话 大家很关注呢 周期以及郭二伦转会到底要去向哪里 那么接下来是否有机会能够回到CBA呢 而就在最新呢 我们可以了解到随着CBA这边的补发了一折通知之后呢 我们可以了解到他们这两个球员呢 或者说其他正在等待转会的一些球员呢 也收到了最后通牒 对于他们而言呢 接下来呢必须要抓紧落实转会的一个事情 接下来新的赛季呢 才不会影响他们为联盟相关的球队去打比赛 根据媒体的报道 那么最近CBA呢 针对我们国家对一些比赛的球员呢 补发了一个注册的通知 也就要求啊 如果一些国家队的成员正在国家对外面打比赛 没有办法赶回国内注册的话 他们允许呢啊去延迟最后的一个注册时间就晚于8月31号 但是在此之前呢有一个前提就是说呢 在8月31号之前呢 他们的球队必须要为他们的进行一个预注册 后续等到比赛打完结束回国之后呢 再另外补充注册 那么接下来其实也就意味着呢 接下来的话对于郭爱伦和周期而言 如果后续真的有希望能够在国内的联赛去转会的话 必须要在8月31号之前呢 确定他所在的母队 接下来才能够为他呢在官网当中预注册 后续呢才有机会在国内打新的联赛 否则接下来如果错过了这个时间呢 后续即便是他们争取到更好的筹码了 也没有办法在国内的其他球队进行打比赛 接下来对他们新赛季的一个转会工作也好啊 状态也好呢 影响还是比较大的 所以可以呢可以说对他们两个球员的团队而言呢 接下来真的要做好赶紧的一个沟通时间 如果确定要在国内打球呢 这些工作必须得赶紧落实到位 时间呢已经不多了 第二个消息要大家分享一下莫兰德摊牌的情况了 在近期呢大家非常关注莫兰德到底是否要续续辽联队了 而就在进行根据媒体的报道呢 他们提到辽联队和莫兰德呢正在商谈合约 恰巧的是在这个报答的档口呢 莫兰德自己也亲自在社交平台当中录制视频呢 和国内的球迷打招呼 并且表示自己呢非常希望能够赶紧回归辽联队 而且还在郭二伦的微博当中喊话 让他呢不要离开要留下来 所以从莫兰德这番表态当中我们可以了解到他的整体心态呢 其实已经非常的迫切 想要回归辽联队也希望能够达成这笔合作 后续继续携手这些队友们呢一起争夺更好的成绩 第三个消息要大家分享一下杜丰呢 招惹争议的一个情况了 那么我们清楚呢 杜丰在最近的正在带着整个中国呢 参加国外的一个拉链在拉链结束之后呢 也已经奔赴哈萨克斯坦即将备战 后续接下来在25号进行了四月赛的比赛 从目前来看呢 杜丰呢一个新的决策新的安排呢 也是招惹了一些争议 这个安排呢主要是关于赵继伟的 在此前根据媒体的报道 赵继伟呢在最近的热身赛当中呢 也是鼻子骨折受伤了 所以大家也非常的关心 希望他能够好好休息一下 这次尽量呢不要参加比赛 但从目前赵继伟的整体动态来看 我们可以了解到 他已经跟随中国拉链呢 奔赴哈萨克斯坦这边来备战后续的比赛 那么接下来有些球迷就认为 教练组这边呢考虑不当 接下来有可能会给赵继伟这边呢 造成二次伤害 所以接下来我们也希望呢 教练组这边在后续的人员安排方面呢 要注意保护好赵继伟 非必要的情况 接下来没有必要让他呢去上场 好了本期视频就来到这里 我们下期继续开心聊球 拜拜